大家好,我是美亦 我现在生活在泰国清迈 这里是一家占地有14400平方米的蕨类植物园 但由于场地很大 经常还会有一些蕨类植物没有被照顾好 所以会需要,英文叫recover 然后反正就是把它重新康复或者是恢复一下 像这种有点出问题的蕨类 就要把它重新装盆 然后把它放在包子 那个繁殖是因为里面的湿气更好一点 然后把它靠一下 这个是我们用的水苔 是新西兰制造的2100泰铢 之后人民币450块钱 还要准备椰子壳碎片 工人要提前用水把它泡湿 这是一株休于达里快要死的黄冠入的教学 因为发现它的蜘蛛长了20年的黄冠入教学 那包子叶就这么小 肯定是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砍下来 然后重新装盆 之前我拍视频讲如何把入教学上版 那就有网友问我 那入教学可不可以不上版 直接装在棚里呢 那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路教学是种在棚里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种在棚里的路教学方便销售 如果你都是挂了 已经弄在板上的话 其实不方便运输 这个路教学呢是杂交品种 叫lemonia 它旁边长了一个很小的 应该英文叫pop 把它剪下来就可以装在这个小盆子里啊 之前还有网友担心 如果挨的特别近 是不是分株比较难 那我们这里就是直接就把它分开来了 嗯 盆子底部放的是一些子壳 那上面就要铺一层水苔 这些都是要浸湿了的 然后再装到盆子里面 这是我们等待要recover的路教学 你会发现后面都是黑肺的营养液了 全部装好之后呢 就要用线把它绑一下固定住之后呢 这个营养液就会长青的营养液出来 那就会盖起来 就会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是一面专门用来 展示路教学的桥 竹子桥 园子太大了 如果有疏忽的话 很容易有些植物就照顾不到 但我们就会定期去看看 尽可能快的发现它们 然后再把它们重新剪一下 种植一下 然后或者是改个造型把它修剪一下 那我当然我们也种死过一些 一些节肋 这是很常见的 是不是说百分之百都是可能能活的 有生有死才是生命吗 但真正热爱植物的人 就会不停的去挑战 我现在在做蕨类植物的科普 那现在正在跟一个73岁的泰国老爷爷 学习蕨类知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我的视频里 有任何问题的 欢迎跟我留言 因为我很想把视频这一块 好好的做一下